大家早上好 星期天了 应该很多人都还在睡觉 很羡慕你们啊 昨天晚上有一个网友的留言 问我新加坡这边 有没有人就是说炒那个盐 就是吃的那种盐 我就很奇怪了 今日头条的新闻上 是有看到说有些地方在抢购这个盐 甚至屯盐 我是真的是听到这样的问话 我是有点不礼貌了 我就说 你们真的是 为什么就要囤盐呢 盐能吃多少啊 还有一种 你说我们国家啥都不缺 难道吃的盐这些还会缺吗 我们自己都可以生产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我就奇怪了 我就翻了一晚上头条 也没有看到什么原因大家囤盐的 这就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记得03年我刚刚生我儿子的时候的时候那时候是非典嘛 然后大家就是囤醋 哇有的那个超市的醋啊 被一下子抢光了 就是那个 还有就是这个疫情这几年呢 哎呦 尤其是刚刚刚开始疫情的时候那个囤了个口罩 真的一个口罩我记得我记忆当中好像卖到50元人民币都都买不到的那种 哇我是说这些人真的你真的是这种思想啊很不好真的很不好 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可能网络真的是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啊 让大家认识了外面的世界也让大家知道了不知道的事情 也捧轰了很多所谓的那些什么名人啊 但是也是很害人的 可能有一些随便的一句玩笑话或是怎么样 立马就网络都传开了这样 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囤言啊 不要去信这种谣言啊 我记得我当时我还在21年的11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很多人囤什么囤米啊 哎呀老师那些送外卖的起手啊 还有很多人都在问我 老板娘你有没有囤米啊 怎么怎么的 我当时就开玩笑 我说我什么都不囤 为什么要囤啊 我们国家缺什么 什么都不会缺的 我当时是 我是从来没有去囤过米啊 囤过口罩啊 囤过盐啊 这些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啊 用得着的 大家就买 用不着的也就不用去买 因为你们这样子一折腾 那些价格就高了 我记得我好像在头条上看到一个人说 他囤了40包盐 花了150人民币 我就想疯了 我还在下面留言呢 因为我记忆当中的 我之前开餐厅的时候 40包盐 就是35块人民币就可以了 那现在被这种 这种无良的人去炒作啊 大家就跟风啊 我是不建议这样了 理事一点 理性一点 不要去相信网络上的那种 这个紧张 那个紧张 我真的觉得如果是真的很多东西紧张 不用 一定要相信国家官方的消息 就是我说的那种真实的新闻啊 好像我们的政府部门贴出来的告示啊 新闻类的这些啊 中央电视台每天七点钟都有很重要的新闻去播的 不要信网络上或别人的谣言 不要信谣言 不要传谣 我是在这里没有人 只是说网友在头条上私信我 问我这边缺不缺盐的时候 我看的新闻 我前几天是有瞄了一下 就看到说台高盐啊 说这里也在抢 那里也在抢 我当时还没有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 现在我看到这个网友这样的留言 再看到新闻越来越离谱了 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也讲一下吧 这是我的性格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去相信那些没有 没有事实根据的小道消息 去囤什么 所以呢 大家就不要去折腾这些了啊 什么都不会缺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不会缺什么少什么的 因为我们什么都可以生产的出来 我们什么都可以自给自足 对不对 虽然说有 虽然说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会进口一些 但是也是为了支持其他国家的经济嘛 对不对 你不能只卖不去买人家的东西啊 对吗 所以呢 我的认为是这样的 大家不要再去炒作那些什么没有根据的消息 大家相信中央电视台每天七点的新闻 和一些官方发布的消息 不要信民间的那种传说啊 谣言啊 真的很害人啊